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完书展自己一个走 又不是买很多书的或者会选择地铁 如果不想和人逼可以选择巴士或者兆巴 步行的时间会比去地铁站少 如果你选择这两个选择 就要预充多些时间 如果是一秋二轮要照顾小朋友 或者已经走得累 就可以叫的士 或者通过手机应用程式叫车 当然价钱相对亦会比较贵 不知道一众书迷有什么选择呢 我想走都是乘回地铁走 本来都可以考虑到巴士 因为巴士就可以坐到回家 但时间会长一些 所以都是会乘回地铁 钱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是方便 所以地铁可以的 走呢 其实我就不会再乘回MTL 那我就会乘巴士 因为这里附近就有个巴士站 就是Uber那些 那些就不会了 因为真的又没买到那么多东西 所以要有一辆车去设计 我想地铁比较准时 因为我约了人 又不想太迟 所以乘搭地铁 对于我来说 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选择 今年贸法局 亦有和手机应用程式合作 被一众宣明在离场的时候 预约的士在会场附近 例如博纜到的入口 或者金字经广场上车 M21news记者 今集豪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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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